中国好声音2023今年最大的一个乌龙 好声音海选居然是假的 2023年的好声音在开播前可谓是声势厚大 网红李炮尔的参加 四位导师由网络大V曝光之后 就话题度一直居高不下 四位导师中刘宪华是否有资格成为导师 是一大热题的话题 网红李炮尔能否进入全国总决赛 步入观众的视野成为另一热议话题 可殊不知李炮尔参加的可能 并不是中国好声音的海选 而是一个假的好声音 网络上第一现场新闻报道 深圳赛区李女士表达说 她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除了现场表现的成绩 还有一部分能否晋级 需要自己在网络上去打榜人气 海选赛制共100分 现场评分90分 网络人气票占了10分 这个网络打榜人气有2块的380 甚至还顺带卖91688的9 可以投出18888票 李女士联合亲友花了20万 去进行网络打榜 总分应该晋级 却遭到了评委改分 李女士表述 评委可以随意改分 还让选手去网络 撑人气票 有什么意义 而中国好声音节目组 知道此事之后 进行了回复 澄清了这件事情 表达这个活动 是线下的活动 叫做中国好声音 Channel V歌手大赛 和中国好声音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李泡尔参加的是 假的中国好声音 李泡尔也被官方给欺骗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李泡尔发的视频当中 李泡尔背后的舞台上面写着 中国好声音2023 全国巡演 Channel V歌手大赛 和李女士参加的舞台背景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比赛 中国好声音官方 根本不承认 而比赛的主办方 第一时间的记者查访到 是一家深圳的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当记者把这个委托书 给到好声音工作人员 得到结论 委托书是假的 可见这档节目 吃相确实难看 白白蹭了一波网红 李泡尔的热度 还用的是 不被官方承认的 线下比赛活动蹭热度 李女士还表示说 选手都有疑惑 有的人唱得很好 中途被淘汰 有的人被改过分数 也就是说 不管这个中国好声音 Channel V歌手大赛 到底是不是官方举办的 都有很多暗箱操作 在这个暗箱操作被曝光之后 官方都撇清关系 和我们中国好声音无关 中国好声音2023也将开播 四位导师中 周华健 薛之谦 站举中间 潘伟博 刘宪华站两边 整体看起来 确实四位导师 擅长的领域差异比较大 成为好声音史上 唱歌而言 所有导师不够专业的一季 线下海选比赛都内幕重重 不敢说好声音播出之后的舞台 又有多少猫腻 好声音 历届导师出场费曝光 真没有想到 同一档节目的导师 表面看起来平起平坐 结果出场费的差距如此之大 那么历届好声音导师 出场费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可以看到 出场费最低的是 于晨庆 只有500万 很多人大为不解 说于晨庆这么厉害 怎么出场费只有500万呢 甚至不如李荣浩 李宇春 难道大家没有发现吗 于晨庆就是当绿业的 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能有多少出场费 于晨庆之后 杨坤 李宇春 薛之谦的出场费 都是800万 说真的 李宇春和薛之谦 800万出场费 好像低了 要论人气 这两人在所有导师中 可以排到前几名 可能是因为资历的原因 拉低了出场费 中华健 李荣浩的出场费 均为1000万 李荣浩拿1000万 合情合理 但肯定有网友 为周华健鸣不平 说他是一代天王杀手 才值1000万吗 周华健跟于晨庆一样 资历够老 但是存在感一般 他当好声音导师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只能给刘欢当绿叶 刘欢 纳英 陈奕迅 李文 四人的出场费 都是2000万 前三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基本合理 但是李文当了半季导师 就拿了2000万的出场费 那要是当一整季导师 那可不就是4000万的出场费了吗 还真不便宜 李文过后的其他导师 出场费就相当高了 王力宏2500万出场费 排在第三名 仅比第二名的周杰伦 少了300万 这也不难理解 谁都知道 周王两人竞争多年 实际上赢的是周杰伦 所以他的出场费 理应高于王力宏 而排在第一名的 居然不是周杰伦 而是比他多出400万的谢霆锋 谁能够想到 谢霆锋的出场费 居然高达3200万 不可否认 谢霆锋有过极其辉煌的时刻 但就音乐方面的影响力 谢霆锋恐怕连王力宏都比不过 又怎么可能超过周杰伦呢 只能说谢霆锋太难请了 所以节目组 拨高了他的出场费 另外还有几个导师没有提到 比如梁静如 廖昌永 刘宪华 估计梁静如廖昌永的出场费 跟汪峰差不多 在1500万左右 刘宪华的出场费 跟于晨庆差不多 几大百万就差不多了 那么对于好声音导师的出场费 你怎么看呢